第六百六十四集 张叶的唯一收获是一小块九天玄铁 这块九天玄铁足足有一万多斤 已经可以用来炼制一柄六品灵气了 山峰里面的宫殿极多 张叶继续探索下去 试图捡回一些能够使用的材料 但张叶注定是失望了 他整整搜索了十多个时辰 收获却是寥寥无几 最后张叶站到了一座巨大的宫殿之前 这座宫殿高达十里 方圆有百里 张叶刚刚踏入到宫殿之前 就感觉到一种毁灭性的气息 好可怕 好奇异的气息 这种气息冰冷至极恐怖至极 却没有任何一丝情绪的波动 显然有些不正常啊 张叶站在大殿之前 心里微微沉吟 突然 火灵的声音出现了 主人 放心进去吧 这座宫殿 其实是一个维修兵器战甲的地方 里面并没有什么危险 你感觉到的气息 很可能是一个战斗傀儡发出来的 火灵 你已经吸收完力量了 正是 我现在的实力 已经完全超越了0到1重修炼者 精神力量也恢复了许多 堪比0到5重 只可惜啊 这个上古战场太诡异了 我的实力越强大 受到了压制就越厉害 先前我还可以暂时地离开火灵界 现在完全无法离开了 火灵说话的时候 张叶的心神进入了火灵界 果然 看到了在火灵界之中 飞来飞去的火灵 吸收了上古大能手掌里面的五星之力 火灵的身躯 足足变大了三倍之多 双翅一动之间 一彩连连 已经有了一丝凤凰的风范 上古大能的手掌 被世界之力牢牢地束缚着 五根手指倒垂下来 土灵圆滚滚的身躯 正紧紧地抱着一根手指头 疯狂地吸收着手指里面的五星土力 而金木水三灵 不知道什么时候 耶稣醒了过来 也在疯狂地吸收着 张叶可以分明地感觉到 上古大能手掌里面的力量 正源源不断地流向四灵 四灵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 在疯狂地成长 张叶微微动容 收到 吸收了上古大能手掌里面的力量 他们的力量 已经可以和领导一重上人 相提并论了 正是如此 只可惜 他们的精神力量太差了 要想完全吸收完力量 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 所以在短时间之内 他们是帮不了你什么的 张叶移开目光 又打亮了一下火灵界 上古大能的手掌 进入到火灵界之后 不但五灵在疯狂地吸收着力量 火灵界里面的灵药灵草 还有梧桐树 也在疯狂地吸收着力量 所有的灵药灵树 都在疯狂地生长着 梨火梧桐树的个头 整整粗了三圈 高度达到了三百丈 仰头看去 可以看到梨火梧桐树上面的 片片树叶 正在发出一种奇异的火焰 而在密密麻麻的树叶之中 一串串的果子 正挂在枝头之上 这是梨火梧桐果 那些普通的梨火梧桐树 这时候也是生机勃勃 这些梧桐树 原来只有九品 但它们不断沾染 梨火梧桐树的气息 品质居然提升到了八品 高度也达到了一百多丈 虽然完全无法和梨火梧桐树相比 但看上去却是生机勃勃 大有发展潜力 火灵界里面的灵药 个头也变得大了少许 每一颗灵药都散发出奇异的光芒 它们用含的生机 用眼睛都可以看出来 这些灵药栽种在紫血灵土和星空尘埃之中 又和武灵一同生活在小世界里 生长的速度是外面的六七十倍 张爷打量了一下 心神随即退出来 目光再次落到宫殿之上 说道 我倒要看看 这个上古宗门的维修种地 到底有什么东西 张爷一拳提出 朝着大门轰出一拳 这个山峰 在上古战场之中飞行了十数万年 也不知道受过多少的攻击 所有的防御阵法都已经无法运转 而宫殿的建筑材料 绝大部分也变成了尘埃 这个看起来古朴厚重的大门 根本无法承受张爷的一拳之危 大门猛然动开 张爷踏进去 突然浑身一冷 毛孔骤然一缩 展现在张爷眼前的是一片巨大的空间 在这片巨大的空间之中 堆积着密密麻麻的兵器和战甲 虽然历经数十万年的时光 但依然有一道道的异彩 从兵器和战甲之中发出 一种毁灭性的气息 在空间之中弥漫着 这些毁灭性的气息 都是兵器和战甲发出来的 这些兵器和战甲都是灵器 从宫殿里面的一道道异彩来看 其中不发三片灵器 二片灵器 甚至很可能有一片灵器 这么多的灵器随随便便地减伤一批 拿到蛮荒世界卖出去 就再也不缺乏丹药和灵食了 普通的灵道强者 见到这么多的宝贝 肯定会疯狂地扑上去 拼命地挑选 但张爷已经斩杀了所有的杂念 始终都保持着冷静 再惊人的东西摆到他的面前 他的情绪也只会微微波动一下 绝对不会兴奋地跳起来 张爷奶奶地说道 历经十数万年 这里的灵器和战甲 绝大部分都已经变成了尘埃 我倒要看看 还有没有能用的 张爷的精神力量微微一扫 突然张嘴吹出了一口气 随着张爷这一口气的吹出 无数的灵气化成了灰烬 变成了尘埃 整个空间都被灰尘充色 伸手看不到五指 张爷的手掌微微一挥 一道青色的龙卷风旋转不朽 所有的尘埃被卷起 送出了宫殿 尘埃消失之后 张爷眼前变得空荡荡的 地面之上只剩下了十数柄 有些残缺散发着远古气息的灵器 这些灵器历经十数万年 还能够保持现在的模样 绝对是珍贵至极 但张爷的目光 并没有放在这些灵器之上 张爷的目光投到了一堆大山般的灵器之上 这些灵器稀奇古怪 有残缺的手臂 有残缺的胳膊 还有一柄柄残缺的长刀长剑 每一柄都有十数仗场 散发着阵阵可怕的气息 火灵的精神力量微微一早 当时尖叫一声 竟然这堆灵器都是战斗傀儡的灵器 我们把这堆灵器收进来 再一一地组装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重新组合成一个战斗傀儡 张爷得到火灵的提示 心里更是一阵兴奋 战斗傀儡 严格来说也是一个灵器 但他拥有自己的战斗意识 可以主动和敌人战斗 每一个战斗傀儡 都是采用种种珍贵材料炼制而成的 他们没有任何的感觉 只有极其纯粹的战斗意识 战斗力极为强大 一些特别强大的战斗傀儡 战斗力堪比零到九重 即使在上古时期 也是可怕的杀戮机器 蛮荒世界历经演变 很多的炼器技巧都已经失传了 其中炼制战斗傀儡的技巧 就已经完全失传了 现在蛮荒世界之中 只有一些古老的宗门 或者是一些古老的世家和国度 才拥有一些战斗傀儡 而这些战斗傀儡都不是很高 战斗傀儡极其罕见 所以火灵见到这一堆战斗傀儡的灵件 就激动地尖叫起来 而张爷打量着这堆灵件 心里也是微微地激动 张爷毫不犹豫地出手 想把这堆灵件通通送入到火灵界 但这堆灵件每一个都重得出席 以及武藏来长的手臂 重量却是超过了一座山峰 这么沉重的东西张爷只能分散 一点点地送入火灵界 看到源源不断的灵件 火灵像是看到了什么宝贝 嘴里哇哇地怪叫着 一头扑到了灵件堆里面 两只爪子和两只翅膀连连地挥动 疯狂地挑捡起来 凉久之后 火灵惊喜地说道 这些灵件大多数都是完好的 可惜还是无法组合成一个战斗傀儡 主人 这个宫殿乃是维修重地 你再仔细地检查一下 看看里面有没有储物之所 张爷细细地检查一番 摇摇头 说道 没有了 可惜了 只差一些灵件 就可以组合成两个战斗傀儡了 这些灵件都非常的不凡 如果能够组合出战斗傀儡 他的战斗力堪比零到六重强者 有了他 我们在蛮荒世界之中 横着走都可以了 那 能不能自己练制出灵件来了 嗯 非常的困难 首先 练制灵件的材料 现在就很难找得到 其次 练制灵件的难度极高 即使是我动手 也没有什么把握 再次 自己练制出来的灵件 很难和战斗傀儡完美地结合 即使是练制出来了 也会大大的影响战斗傀儡的战斗力 战斗傀儡就是战斗傀儡啊 即使大大影响了实力 它还是一个可怕的杀漏机器 火灵 我们既然找不到更多的灵件了 那就多多收集材料 自己练制出灵件来 组合出一个战斗傀儡吧 火灵的目光之中 蹦射出奇异的光芒 他狠狠地点头 说道 好 我就挑战一次自己 我要自己练制出灵件 组合出两个完美的战斗傀儡 张爷嘿嘿一笑 把宫殿里面的灵器 统统收起来 然后 把这座巨大的宫殿轰倒 细细地搜索着可用的材料 这座宫殿 雄伟壮丽 所用的材料都是极品 但十数万年之后 大部分的材料 都变成了废物 张爷细细地搜寻之下 虽然也收获不少 但这点材料 根本就不够炼制 战斗傀儡的灵件 火灵界之中 火灵看着眼前的一点材料 垂头丧气 张爷微微一笑 说道 火灵 你无需如此 我想到一个办法 火灵知道张爷智慧超人 往往能够想出 令人眼前一亮的主意 他连忙说道 主人 你有什么办法 快快说出来啊 张爷指着脚底下的山峰 这座山峰 在上古战场之中 飞行的十数万年 也不知道遭受过了 多少次的攻击 但他依然保持着完整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火灵微微一睁 眼睛随即亮了起来 啊 我明白了 这座山峰 并不是天然的 而是被炼制出来的 极品灵器 甚至是 法器 这座山峰本身 就蕴含着 种种的极品材料 只要把这些材料 一一地分解出来 足够炼制灵件了 正是如此 火灵微微感应了一下 目光之中闪过一丝惊异之责 他的身躯轻轻地颤抖起来 说道 法器碎片 绝对是法器碎片 主人 这座山峰乃是一个法器碎片 只可惜 这个法器碎片 历经十数万年 已经完全失去了威力 法器 真是法器啊 张叶的目光之中 闪过一丝异彩 灵道 修炼到尽头 就是法道 法道 修炼的是法则之力 法道所使用的兵器 就是法器 每一个法器 至少都蕴含着一条法则 有着不可思议的妙用 而每一个法器 都需要无数的材料 需要无数的年月 需要无法想象的技巧 才有可能炼制成功 凤凰一族天生有控火之能 但即使是凤凰一族 要想炼制出法器 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火灵现在对炼器的兴趣 越来越浓 见到这个法器的碎片 他瞪时激动地浑身颤抖 连说话都有些结结巴巴了 张叶的智慧超人 他早已经知道 这座山峰不凡 但听到火灵确认 是法器碎片的时候 他的心里依然是有些激动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张叶完全地平静了下来 说道 火灵 你再仔细检查一下 这个法器碎片的材料 我们能不能分解出来 炼器的材料 结合到一起的时候 非常的困难 而把结合到一起的材料 再次分开 更是困难到了极点 即使张叶的繁星十七遍 领悟到第十遍 要想把材料一一地分解出来 也需要数百年 甚至数千年的时光才行 当然 张叶相信 随着繁星十七遍的领悟 越来越深入 分解的速度会大大加快 如果他能够全部地 领悟繁星十七遍 他有信心 在短短十年之内 把一柄一品灵器 完全分解成各种的材料 火灵得意一笑 说道 如果在以前 我绝对不可能分解一个法器的 但我刚刚吸收了五行之火 凤凰真火 已经变成了凤凰灵火 勉强可以分解法器了 不过 我无法离开火灵界 只能借助你的手 来进行分解了 张叶的精神力量 和火灵的精神力量 结合到一起 朝着山峰深处 延伸而去 随着精神力量的延伸 张叶分明地感觉到 一个残缺的巨塔 正静静地潜伏在地底之下 这个巨塔虽然处处残缺 但依然散发出丝丝力量 守护着这个山峰 正是有了这个残缺巨塔的保护 这个山峰才能够保持现在这个样子 否则 他早已经被上古战场里的种种力量 轰尘尘埃了 精神力量再次延伸出去 张叶终于知道了这个巨塔的名字 紫阳塔 紫阳塔一共有九层 张叶的精神力量延伸到第九层的时候 突然感应到一丝无法形容的气息 忍不住 全身一颤 火灵这时候 眼睛之中散发着光芒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这个紫阳塔就是一件法器 里面放置着一种奇异的火焰 紫阳神火 你感应到的可怕气息 就是紫阳神火残留下来的气息 这种气息历经十数万年而不散 五行之中 火生土 正是有了这种紫阳神火的气息 这座山峰才能够变得越来越坚硬 越来越沉重 主人 法器的碎片 即使是蛮黄世界之中也是非常少见的 分解材料以后再说 我们快快把这个紫阳塔的碎片抽出来 放置到火灵界里面去 它对我有大用处 张也点点头 这个山峰经过紫阳神火的滋涨 变得异常的坚硬 很难轰碎 要想把紫阳塔收入火灵界 唯一的办法就是 把方圆的地面轰碎 然后凭着庞大的力量 硬生生地把紫阳塔碎片拔出来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